从一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 他们如果要能够想借到 中国资本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改革和成长知识的话 他们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呢 有三种做法 一种它可以把钱交给基金 基金一般是有平均回报率的 比如它能够做到平均回报率 百分之十二 那对散户来说 你不错了 有个六七年资金能翻翻 它自己炒股可能还输了 它这个基本上有个均衡 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它可以围绕着指数炒股 就我们现在资本市场的指数 有个缺陷 是把三千个股票的 统统都混在一起的叫综合指数 那里边的垃圾股 好企业 差企业都混在一起 那美国的三千多个 它的道琼斯三菱 才三十个标普五百 也就是五百个 也就是它是成分股 它把这个上市公司的总量中 最优秀的企业都凑在一起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出现了散户炒股票 你别去炒三千个 你就对着成分股 三十个五十个三百个 那么你炒这个 三千个呢就让机构去做 机构有能力去深入分析 所以美国人炒股票 散户炒就炒指数的 最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 已经紧络密鼓地在研究 综合指数成分指数的改革 消息披露网上也都有 我相信这是重大的一个改革 这个改革了以后 对股市的预期就会清晰 然后老百姓炒股 散户炒股 就可以定向的围绕指数 成分指数炒股 会是个好的通道